该图片为没有透光之前的允冰,外表定向气流痕迹明显,有明显的燃烧痕迹,形状为天然形成的圆形,其实罕见。 该图片为其实罕见的允冰,透光度超过现在世界上的任何易柱宝石,收藏价值与科学研究价值极高,允冰,有类似该藏品的新有,可以一起交流探讨。 近些年来,鱼石的价格起伏较大,从2005年左右开始,原先默默无闻的鱼石价格突然疯涨,一些鱼石甚至开始论客买卖,天价鱼石的报道也常见珠宝端,经过几年的暴潮后,近一两年来一些普通鱼石的价格慢慢回落,收藏和售卖鱼石的人也变得谨慎,整个鱼石市场逐步走向理性。 但是在号,一位天外来客突然掉落,引起了远石界的渲染大波,远石一时间价格再度突破天气,达到每刻三到五万。 作为天外来客,鱼石的神秘,与西游,引来无数人的追逃。 据媒体报道,国内一块2750克的黑宝鱼鱼石曾被一位堂家,以4000万元的价格收购,引起轰动,鱼石真的那么值钱吗? 经营远石顺利的崔先生介绍,并不是所有的远石都很值钱。 目前发现的远石大致奔为在类,石远,铁远和石铁远,在价格上,铁远最贵,石远最便宜。 崔先生说,即便是昂贵的铁远,也不是圈兜值钱,从来远石,越新鲜,科研和经济价值就越高,再以外放弃越久。 空气,水和沙土,会氧化和侵蚀陨石,不怀怕的原貌,就会影响价值。 崔先生说,远石和文文一样,也要看颜色,品相,稀有程度的,在国内享有名气的侵害远石很有量。 就是以颜色和石纹取胜,一些造型奇特,十分稀有的陨石,价格一直很高,远兵因为极难保存,所以一般人基本不知道,玻璃越石民间又称其为雷公墨。 现在科学的研究也很少,明面上还没有证明,但它极有可能是远多的产物,所以我认为应该归代为陨石。 目前珠宝界已经派用玻璃越石制作手势,被分为人类能得到的最高级别珠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